上期呢我们说到正山小种由于战乱 从金字塔的顶端跌至亭产 过红锅的记忆呢更是失传 再由金骏梅的爆红重新复活 正是红茶鼻祖纵芳华 没落无名四名家 辗转十载负记忆 红锅一过泪如花 今天我们继续来盘点 失传名茶Talkton第九名 有这么一种茶 它的制作周期呢长达八个月 做好之后呢还不能够立即饮用 还要再等上两三年 甚至等到五年以上才是好的口感 它停产了接近五十载 以至于原产地的年轻制茶师呢 都没听说过它 它的副产呢更是由一封信和一楼老茶而引发 有人说它是红茶 也有人说它是绿茶 还有人说它是乌龙茶 1984年副产 2013年成为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 年产量150吨 但是到现在呢 还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它 它就是奇门安茶 一个比奇红还要早150年的黑茶 安茶呢是主要消耗广澳和东南亚的 它因为治好过文艺被称为药茶 盛茶 那么这么好的茶 是因为什么原因失传的呢 第一呢是由于它的采质周期呢十分的长 从采摘到最后的盛茶历时将近八个月 大部分我们所知的茶呢 在初制阶段呢 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产业的生产了 而安茶并不是 安茶在初制之后呢 并没有完全盛茶 它还要等待精致 因为在精致环节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河西工艺 叫做露茶 这个露茶呢 就是在过了白露之后呢 在露气大的那个天气里呢 把这个茶叶呢 放在户外去吸入水啊 所以叫露茶 这是对安茶品质非常重要的一个工艺环节 但是由于安茶呀 它当年制完了不能喝 要等到两三天之后 因此它制完之后呢 是通过水路在经陆路呢 运用到佛山 卖的时候呢 也是比较廉价的 而在经过两三天的存储之后呢 由佛山人以更贵的价格卖出去 这里面的打仓呢 其实是由广路的商人赚走了 它试穿了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齐鸿的创业 齐鸿呢 是世界三大红茶之一 它制茶珠基短 卖价高 因此呢 茶侬呢 自然不愿意再去制这个安茶 更愿意去制这个红茶了 再加上连年抗战 我们需要大笔的外汇 去购买这个物资 因此呢 齐门这里的齐鸿呢 就成了非常重要的 对外出口的商品 在这种环境下呢 制鸿茶的茶王就更少了 最后呢 就是因为战乱 导致这个运输线断了 无论从水路和陆路 都已经运不出去了 所以在1937年 最后一批鸿茶销往广东之后呢 鸿茶就停茶了 虽然鸿茶停茶了 但是喝茶的人还在啊 这个茶又是那么的优秀啊 但是呢 这些粉丝等了这么久啊 也没见啊 更新 迷失货呢 实在的又等不下去了 一位自称是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 官粉发的茶友呢 就寄来了一楼老鸿茶 附上一封信 希望当地呢 能够重新开始安排生产这个鸿茶 但是1983年到1937年之间 都已经快将近间隔了50年了 很多这种老茶人的都已经不在了 所以呢 当时的工作组 广泛的进行走访和打听 经过多次的实验之后呢 才把这个安茶重新复刻了出来 但是呢 有着50年的断层啊 虽然恢复生产已经接近40年了 但是安茶呢 依然没有恢复往昔的盛况啊 不要说和普尔比了 就是和六宝比啊 它这市场中央度呢 都远逊于前者 啊 正是齐鸿之前 有当家 仿字路案 出奇葩 汉饮白鹿 去湿器 名传 果澳 东南亚 安茶由于停产了近50载 恢复生产了近40年 依然没有打出响亮的旗号 所以列在我们 诗传的明察Top10第9名 下一期我们继续再来盘点 诗传的明察Top10第8名